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將代測試片放進真空艙體內 以去除空氣中的雜質 降低離子數 避免被測物遭干擾 真空發展運氣度之後 它裡面的高點值就這樣 作用後的二次離子 運用電磁場的偏轉 將離子依不同質量分開 以變進行材料分析 質量數的強跟弱 我們在做訊號的轉換 來得到我們在半導體元件裡面 掺杂的濃度跟深度的資訊 這台要價兩百萬歐元的 二次離子質譜儀 能檢查晶片的材料和結構 是否會降低成品功效 確保製程研發方向正確 包含晶圓龍頭台積電在內 全台超過半數的半導體廠 都是他們的客戶 透過雷射光速加熱 盪掃倍率鏡頭轉換 能確切找出漏電位置 檢測結構異常 它的偵測原理跟醫院的 電腦斷層掃描是一樣的 它精度比醫院的精度好一千倍 它可以到一個微米以下的 一個解析度 比照醫院腫瘤檢查 設備精準度更提升 因為先進封裝原件堆疊複雜度高 透過3D電腦雷射能找出哪裡短路或短路 會在新竹這家半導體檢測大廠 不只擔任研發領航者做材料分析 也化身產品醫生處理故障分析 漏電或是一些IC在本身設計 非designer所認知的一些錯誤 那都會是來這裡做找問題 創辦人柳濟倫 帶我們在實驗室走一圈 將奧自家的高科技檢測分析 能成為半導體大廠的後盾 想得到的所有的半導體廠 IC設計工資 幾乎都是我們的客戶 我們目前每個月一定會來的大型客戶 兩三百家 所以你可以涵蓋 可以想像涵蓋台灣 是目前所有的上市櫃的 面對媒體採訪侃侃而談 但對畫面露出 卻是謹小盛微 多次確認並非客戶的機密資料 才放行拍攝 很多區域是連我 都沒有權限可以進去 我的自別陣刷 他會告訴我沒有權限 還會出現警示 跟世界級大廠合作 保密條款堪稱國安等級 有些機密就連董事長也不能知道 進入場區後就得多重拔關 訪客跟自家員工的手機 鏡頭都得貼上保密貼 電腦不能接USB硬碟 無法連外網 確保資安滴水不漏 LED的晶片 有IC設計公司的 甚至比較民生化的 像一些耗材類的 甚至廣道連航空器的金屬片 有一些老化或是有一些問題 我們幫他去打那個成分 去找一些問題 都是我們的服務領域 服務領域廣泛 從科技業到航太業 甚至民生消費也行 IC設計出身的柳濟倫 招來曾任職於台積電 專攻良率提升 及製成的陳榕清跟廖永勝 三人背景相仿 專業又互補一同創業 當時我們跨路的時候 還到40奈米左右剛開始 那我們覺得這一條 從研發的最主最前端 從材料分析開始 是一個技術最紮根 也會是未來性最強的 十多年前鎖定 技術門檻高的材料分析 是半導體前期製成的必經階段 含金量高未來性可期 但要追趕科技大廠的先進製成 一度吃足苦頭 國外的紙紙 就好像是學生在做研究一樣 那通常我們是 敲定了十個方向慢慢 總有一些還沒有變成市場化的 非常費工 我們像我們知道我們的珠貴客戶 它一個技術節點要兩三年 那我們同樣我們去一個新的技術 技術工法我們超前去部署 通常也是需要半年到一年 經驗累積告訴他們 得在市場發酵前做好準備 隨時應戰 合作十六年 我們從創業的前半年就開始合作 從小小的做 越做越多 做到現在占我們滿大的一個比例 那其實我們也是被我們的客戶磨面出來 拿下指標性的龍頭大單 替企業打下強心針 更有信心掌握半導體界的眼鏡 立足台灣縱觀世界 所謂我稱之為美中科技戰的狀況之下 美國中國壁壘分明出來之後 大陸很多設備取得不易 如果說世界各地有很多類似這種衝突 壁壘分明 那我們可以服務的對象就更多了 化身為半導體業的智囊團 跟隨巨人腳步大早生事 如今受惠美中貿地戰 讓柳靖倫更有自信 全新戰場勢在理得